昨天很多网友在网上反映南京南站多趟车次的有大面积的延误导致旅客积压 这个火车站里面搞得像春运一般人山人海 从来没有见过南京南站会有这么多人 这么震撼的场面发生在11月初 10月底11月初这样的时间点上很不寻常 但是原因却很简单 就是设备故障 设备故障导致了这个南京站附近线路出现问题 也导致多趟列车晚点 涉及到上海徐州郑州等方向 所以这种事情你说平时不会见到 但是就这样发生了 铁路部门深表歉意 但是大家也都表示 那千万不要随便发生这样的情况 铁路还是尽量百分百准时准点的好 铁路部门得好 这般会设备 Erik